我簡單跟大家分開三大塊 大家把一個圓餅圖 或者是一個區塊 然後把它分成三塊 都可以知道了 世界上分成三大集團 一個叫歐美民主國家集團 一個叫中國集團 另外一個叫印度集團 為什麼這麼分呢 玉琳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歐美民主國家 就是我們現在在台灣 僅有能得到消息的這些 你剛剛念的那一頭拉股 什麼Pfizer Moderna Moderna 或者是Johnson Johnson 或者是AZ 這些所謂歐美國家 民主國家研發出來的疫苗 對 那叫歐美民主國家 那他們有 他們這個集團有什麼特色 那這個集團呢 就以美國 美國不是民主國家之首嗎 對 他之前拜登上來說 已經講過一句話了 我們美國人 還沒有打完全部疫苗之前 疫苗絕對不准出美國本土 嗯 學姐你記不記得這句話 嗯 所以如果這一句話下來 你跟我講說 去跟美國談就可以拿到 那拜登等於就 啪嚓自己打自己的臉 嗯 嗯 不可能嘛 對 所以很顯然的 如果有人說 去跟美國輝瑞已經談得 哩哩哩哩抱歉 他談得如火如荼 很顯然就是說謊 因為拜登都已經講了嘛 對 我所有的疫苗 我三億的美國人人口還沒有打完之前 我不會出去 嗯嗯 OK 那你現在還跟美國輝瑞說 我們可以從美國輝瑞那邊拿得到 是 那要不要跟拜登吵架 先吵一架再講嘛 我想 陳時中部長呢 他有非常強烈的高度的企圖心 嗯 就是說其實他也想要跟拜登總統看齊 看齊 因為拜登總統呢 特別為了要拿輝瑞這個疫苗呢 去密西根總廠 去跟人家要 因為不夠嘛 對很需要嘛 然後去跟人家要 那跟人家要呢 你說哎去看個場 那個當然人家就會感覺到一種壓力 對不對 有一種來自於元首的責任 跟壓力就來了 然後結果真的還蠻有用的 就拜登一出手 他一出馬 親自出張了之後 人家就願意多給他們疫苗了 OK 是 所以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拜登他做的努力 但是呢 說真的 像紐約州啊 那州長啊 他想要去說 哎 就直接給我們紐約 不要再透過那個聯邦政府去分配 對 人家也想要各州也要努力嘛 想辦法去搶疫苗 現在是疫苗大戰嘛 先搶先贏嘛 先推新鴨 結果人家輝瑞就 嗯 拍謝 就算他貴為州長 而且都是在紐約哦 你知道人家總統是也在紐約 那拍謝 沒辦法 我就是沒辦法多給你 所以州長就被打回票了 嗯 對啊 那換句話說 人家大家都在努力 可是呢 陳時中他就是有那種企圖心 就說 沒關係 我也可以像他們一樣 我也努力的去爭取 是這樣嗎 可是問題是就像你剛剛講的啊 那你你是誰啊 哈哈哈 就是說那是真的哦 你去喊一喊你去要一要 就可以這樣子要得到的嗎 有這麼簡單嗎 當然不是嘛 怎麼可能有那麼簡單 我現在本來要想要找一個 一則新聞給大家看哦 陳時中在2023年 2020年的11月多 曾經說過一句話 去年年底 就是東洋那時候破局的時候 嗯 曾經說過一句話 疫苗是商業行為 哦 大家還記得啦 是 大家還記得 疫苗是商業行為 他講的沒錯啊 好 我剛剛講的三大集團 一個是歐美民主國家 有關Pfizer的這些 另外一個是中國的疫苗 那也就是所謂的國藥啦 科興啦 康希諾啦 是 第三個就是印度的 那印度為什麼會在裡頭 你知道嗎 因為印度是全世界 最大的疫苗生產國 嗯 全世界最大的哦 這很多的疫苗 幾乎都是跟印度 因為疫苗生產 裡面包括除了技術 對 裡面還需要原料 對 那原料是蛋白質 跟相關的醫療產品 那這時候印度很很很很厲害 哦 那印度為了要跟中國一別苗頭 所以他也夾著自己的 龐大的生產力 然後跟大家講 來我這邊也很多 來來來這邊來來 我幫你我幫你 所以他也要當疫苗代工大國 中國不是也這樣子 我現在也搞了很多的疫苗 所以我送給巴基斯坦 我要送給巴西 送給秘魯 對不對 但是歐美民主國家 我要跟各位講 為什麼要用這個開頭 因為歐美民主國家的態度是 我沒用完 你別想用 所以才會有加拿大 不是總共才三千多萬 四千萬的人口 結果拿了兩三億的疫苗 被罵翻了 紐西蘭五百萬人口 拿了快八千萬的疫苗 都好幾倍人口的疫苗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些都是強權國家 所以陳時中不是還出來跳腳 人家不一啦 人家不一啦 怎麼可以這樣 你們這些大國 他哪有這樣 沒有 他不是出來在那邊叫叫叫嗎 你們這些大國太可惡了 把疫苗都拿走了 OK好 陳時中 我現在告訴你 整個世界的疫苗分成三大塊 OK 歐美國家就是大家現在正在爭 正在吵的 那中國跟印度我們待會再講 但是這三大塊有幾支疫苗 是在元跟元 跟元中間有重疊的 一個非常明顯的 這叫做輝瑞 中間這一塊就非常 因為輝瑞不但給 跟中國上海復興合作 也有委託某一些國家幫忙生產 包括印度 包括泰國 很有可能都拜託跟他們技術合作 會有生產的機會 OK 所以輝瑞是很多生產地 而且一個疫苗要生產的過程裡面 絕對不可能說 在美國 全部都生產出來 為什麼 因為這個疫苗 對於東方人種有沒有用 對於南美洲有沒有用 還得到處去跟人家做第三期 所以不可能 所以一定是到處都有 OK 好 那就來了 陳時中到底有沒有說謊 新冠疫苗輝瑞 他今天講8月開始跟人家談 對不對 對 你知道嗎 上海復興幾月跟人家談 3月吧 去年3月吧 上海復興在3月的時候 是啊 已經跟人家談了 來 我給各位看 對 我相信很多的資訊 大家應該都在台灣的媒體看不到 但是我們在有情調裡頭 一定會給大家看 來來來來來來 據了解 今年3月 我還不知道 我就跟他指父為婚了 為什麼我這麼講 你看 連孩子的名字都取了 我們以後生的小孩叫做傅必泰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 為什麼我會這麼講 你看看人家那時候 做了什麼樣的努力去 疫情 我告訴你就知道 陳時中根本就在說胡說八道 上海復興是超前部署啦 3月份就已經部署了 對 3月份 這是大陸的財經網 3月份 那個時候呢 連疫苗的樣子都還沒出來 對 連3月份 台灣那時候還在排口罩的時候 對 人家就已經拿了8500萬美元的許可費 大家看到 對 連首付款 就頭期款 對 給你了 對 臨床開發註冊的費用 對 你要研發對不對 對 我給你錢 連銷售里程碑款項 什麼叫銷售里程碑款項 就是後面的約定銷售提成 就是說 我們達到每個銷售額的時候 我拿出35%來支付你銷售提成 對 你這個女孩子還會不會長大成人 我不知道 我就已經先跟你指付為婚 而且訂金 聘金 房子 車子 我全部給你了 3月份人家就開始了 請問一下 那請問 現在 這次疫苗的所有權在誰身上 最重要的是最後這一句話 來 最後這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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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約5000萬美元的什麼 股權投資啊 是 請問老闆是誰 今天老闆叫上海復興 是啦 上海復興是其中一個老闆 所以今天陳時中 終於承認了 8月份才開始去跟人家談 人家3月份 人家就已經是這支疫苗的老闆了 我請問你 你為什麼跑去跟 BIRROR的原廠去談 那但是陳時中就說 哎 那個是你們總公司的事啊 德國BNT 你們要是有跟上海復興 有什麼樣的合約 有很硬的合約的話 那第一你們要自己去處理啊 第二 那是你們的事 你們要自己去處理 再來 你們如果有很硬的合約 你要先跟我講啊 我都已經簽了合約 然後呢 我本來1月5號我已經簽了 我送到你們那裡去了 你1月7號 就今年的1月7號 你應該要把他簽回來 但是你到現在都還沒有簽回來 是你的問題喔 怎麼會是我呢 所以呢 所以才會有人說 這根本就叫偷雞摸狗